新型肺炎疫情扩散 本港至今有5宗确诊个案 截至中午再接收多65宗怀疑个案 照早回到香港的行政上官林郑月娥宣布一系列措施 将应变级别提升至紧急最高的级别 也会无限期停止来往武汉的高铁和飞机航班 直至疫情受控 各个口岸都要填写健康申报 林郑月娥说不存在等她回来才推出多行措施 先由陈志永报道 政府宣布措施 香港两天之内确诊5宗新型肺炎个案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初一早早 由瑞士回香港开高层会议 虽然一众官员交代香港加强防疫 我在这里宣布我们将会由严重 即serious提升到最高级别的紧急 跨部门的督道委员会将由行政长官 即我本人是亲自主持 提升到紧急应变级之后 政府设立四个工作小组 由不同局长主持 也都委任专家顾问团 直接向特首回报 看回五个病人 除了一个搭飞机 有四个都是搭高铁来香港 政府宣布无限期停止 来往武汉的高铁和飞机航班 直至疫情受控 旅游健康建议方面 将整个湖北省都建议切密到访 但内地多个省市都爆发疫情 会不会扩大内地旅客入境管制 甚至封关呢 至于健康申报 除了航班和高铁 扩展到各个口岸都要做 包括中港港澳和屯门码头 还有各个陆路口岸 会试行电子申报 政府又宣布取消多项大型活动 减低传播风险 包括元宵彩登晚会 和下个月举行的马拉松 这些措施连日都未有推出 林郑月娥当时还在瑞士 因为疫情变化很快 而且趋向严峻 所以并不存在要等我回来 因为公共卫生的事应做就做 不应该要等哪个人回来 他又强调 政府每阶段的工作 是有系统的推进 友善理事记者陈志永报导 得受掌握 友善新闻